今天看新闻见到71创办人伊藤那俊刚刚离世 响年98岁 非常可惜 自贵默外侠 71是全球最大的连锁店 就是全球百万三千间的分店 麦当劳2021年时只是四万间中店 室为四万四千多间 OK便利店在香港的规模 都只是71的三分之一 大于三百五十间 为什么站在这里呢 后面的一间中华 欧陆贸易中心 这间的70 上年就成交了 是7300万注册 真的了 就说是大概240尺的面积 租金20万 会保3.3厘 是香港的 best of knowledge 尤其是你算是最小的 兼最贵的银马成交的71 第71 第71 为什么这么成功 有三大成功之道 和你分析一下 今天对Pose的启示是什么 Ethan那将现在身家估计 是43.5亿美金 最小前 当然是 在70年代的时候 在东京引入第一间 一间日本首间24小时营业的71 本身五六年的时候 他们接手叔叔 在那个小型的服装店 叫做Ethan 杨华 棠 教完一大量东西 发现71个很好的 business model 就引入了 兼后来买了71 70%的控股权 一路一路发展的时候 就变成全球 8万3千间的分店 而当中四分的一 就在日本那里 香港的七世 就由怡和的牛奶公司 其下去经营 81年开始的时候 开了超过1000间的分店 只有在92年 96年 05年的时候 在深圳 广州 在澳门 在澳门 再开了71 71成功的原因 有三大 和对布市的启示 一 最主要的时候 你知71是行一个 叫做franchise的model 即是说 它不是纯粹聘员工 OK便利店 在香港就纯粹聘员工 而去打工 但71的时候 行一个franchise model 叫做 占是创业 但现实地想清楚 是否真的创业呢 为什么呢 如果你想加盟71的时候 他有几个要求 从网站在资料里看到 和我身边很多朋友的时候 之前加盟过手 找到钱的 但找大钱就必必 找到钱的 但为什么他要求你 就是要全职经营 即是说你不可以兼职 要个人的身份 两夫妇内妻 没问题 但如果想着 两夫妇拿钱出来 去请人去做 那就不行 每次合约一加盟 其实在说五年的时间 每间的店铺 就要请24小时盈运 七个人到 当然亲戚朋友 非常支持 因为亲戚朋友 更容易控制一些 又不会偷你的东西 加盟费的时候 就一次过要给的 就是48万至78万 基本上有加盟费 还有买这个店铺里面的货品 的费用 为什么货品费用值48 至78 不知大小是什么规模 而且要经过60至90日的培训 他就说 不收你任何培训的费用 等于免费上班 免费勞工 当然经过了这个培训期 60至90日之后 你就可以去选择 哪间七十一你想去加盟 要记住 加盟的店铺 不是说你签了一个加盟 之后去选择 去开店铺加盟 而是本身流泥公司 一大堆七十一 就是一千间 一路全部营运 大概有个数字 哪间赚多一点 哪间赚少一点 哪间赚多一点 哪间赚多一点 就少一点的时候 便让你选择哪间 便选择你去营运 完成了培训之后 对一个例子 就像后面那间 你就去看了 你想接受这间的时候 他觉得OK 不是让你尝试去做 但当然要求你 没有竞争性 就是说 在同区也好 同样的行业也好 你别去搞另一间的士多店 但最重要的就是 每一间的铺子 的赚多一点 大约70日 赚大约35% 左右 你看回oK便利店 在香港大概35%至45%左右 即是每賣100元貨品的時候 那個邊際利潤無理就大概35-40元 根據每間店舖當然有些旺一些 有些是靜一些 旺一些靜一些又好 可能靜一些的店舖 分多些Growse Profit Margin給你 旺一些的店舖可能要分少些 我不敢肯定 總之意思就是 每間店舖分給你的Growse Profit Margin 是會有所不同的 分出來的時候 一部份是給你 另一部份是給牛奶公司總店的時候 每一個方面負責的費用有所不同 每間店舖大概35-40%就是Growse Margin 就當後面這間店舖 我隨便亂說 原來營業額的時候 是每個月的100萬 即是Growse Profit Margin 就大概是35-40萬 給35-40萬的時候 它會怎樣分化呢 可能有部份的時候 我不知是亂說 就當20萬分給你 然後20萬就去到牛奶公司 或者可能15萬分給你 25萬去到牛奶公司 我不知道你怎樣分 總之分給你那一部份的時候 你要負責什麼呢 是個Franchisee 就要負責這個 從網站上純粹去看 還有很多時候聽到 一些人去加盟過的時候 資料都知道 就是這個員工的薪金福利 牌照的費用 集費的開支 即是裏面的維修保養費用 各行貨品的損耗 包括我進去偷了一包東西的時候 成本就會在Franchisee那裡 還有水電的費用的時候 有50% 71總店的時候 即是牛奶公司要負責 就是宣傳的推廣 新的處理 物流怎樣送貨 保安的建議 不是的 被人偷了東西 他不負責 只是建議 財務的處理也好 租務也好 交租就是71交租的 還有又是水電費用的時候 他們的負責大概是50% 即是換句話說 老實說 你作為一個老闆 坐在裡面的時候 穿著他們的員工的制服 又不會寫著你是老闆 純粹你是一個店務員 那樣 變成裡面請人 什麼人工 你自己去負責 你自己都是其中一個店務員 那人突然脫底的時候 你就多做一間 你親戚朋友找不到的時候 你就頂上他的一間 變成有東西偷的話 大家就是需要負責 當然你緊張很多的時候 你服務好一點的時候 營業生意額就會好一點 但那條租又怎樣計算呢 大約每一間71也好 便利店好的時候 總之他的毛利大概是35至40% 但你記住 還有人工的 書權推廣費用 總店要賺的 大概他承租的能力的時候 就是店鋪的營業額的10%左右 看看後面這間中環 這個行仔裡面 就對象環球大廈 歐六不是中心這間鋪的時候 剛跟你說了 就註冊成交租7300萬 租金是20萬 大概3.3厘回報 20萬租金的話 你計算大約要做 就是200萬的營業額 每個月 即是每天要做 大概6萬7千元左右的生意額 就當開足24小時 但凌晨時面都不多人幫襯 忙就忙 大概16個小時 當8個小時的時候 沒什麼人幫襯 那你取消的時候 即是每個小時這間店鋪 如果能夠交得起租金 就要做到420元生意 那你現在不在那裡 你看看裡面的人 像不像每個小時 做到420元生意 做到的 就交給多點租金 做不到的 不是交給租金 就要倒閉了 最後 看回未來的七十日 我相信是越來越多 因為疫情社運肺炎之後 封關也好 便利店在香港是越開越多 為什麼呢 因為一本身 天氣熱 越來越熱的時候 只要街上有人流的時候 喝杯東西 在網絡上 你怎樣訂購都好 來到手都不知 多少鐘頭或者幾多日後 你立刻進去買包東西 立刻去吃 立刻去飲食的時候 這個東西 你是怎樣網購 是代替不到的 而你看到 很多時候七十日 很便利點 是越來越多 除了買賣東西 很多額外的服務 繳費 增值 提款 電話卡 遊戲卡 充值 提貨服務 寿票服務 記檢集行 很多這些 其實都是跟這個 就這樣買包飲食 是沒有直接關係 但是這些額外的服務 那便非常之重要 而且 始終來的時候 都是整個世界 叫做一個網絡 叫做O2O 由這個Online to Offline 變成 經營一個Online to Offline的模特兒 有很多這些店舖 馬上會有競爭的優勢 比起那些網上的供應商 去到實體店的時候 怎樣去配合 當然這些全部要收費 而且來來去 你知道 產品的時候 很多時候 什麼薯片也好 飲品也好 很多時候收什麼 是一個realistic 是一個上架費 變成你那些產品的時候 你放在這裡 全部Display了 舉個例子 你的香口膠也好 你的麵包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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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全部都在賣廣告 這些很多時候 等於萬寧屈臣子一樣 都要收一些上架費 這些其實 做不做到生意都好 到已經馬上 一千元香港七十一上 都馬上是一個收入 所以接下來的趨勢 我相信便利店 在香港 也會繼續 越來越多 Rest in peace 伊藤阿俊 最後最後 要多謝你 創立了這個 八萬三千間 這麼成功的七十一 這個管理模式 三大成功之處 就一 用Franchise C的力 二 整個管理模式 怎樣令他們 發的力 和Franchise C 即總店的時候 更加雙贏 還有七十一 我相信 增值的服務 會越來越多 除了他們 賺錢更加多 當然 鋪市在街鋪 就沒有新公園 鋪市也是一個好處 和一起上升 當然了 七十一是一個 加盟創業 一個非常好的選擇 加盟七十一 至於 當然七十一找鋪 要找我們 如果你想做生意的時候 找鋪 我們公司的聖門 還有這個 服務式商鋪大使 找鋪找我們 Hello 大家好 我們是服務式商鋪大使 我是Cherry 我是Ashley 我們自2017年3月 已經推出了服務式商鋪計劃 至今年有個八個租客 正在用我們的服務 到底什麼是服務式商鋪計劃呢 我們今天就為大家講解一下 分三個階段為租客提供九大服務 第一階段 租客開業前 服務一 提供充足資料 我們聖門每一間租店 都會有專屬的本子 本子上面有基本資料 例如 建築面積 租金 來去水 電力 除此之外 我們會提供圖質 VMC 和渠圖給租客 租客就不用自己找 找我們拿就行了 服務二 改善配套 我們會為租客爭取最大的配套 例如向法團申請電力 煤氣 或者石油氣 除此之外 我們的店鋪是跟葡萄質去做的 所以大家會找到 簽結物在我們店鋪 租客的裝潢上 就可以減少時間了 服務三 靈活體鋪安排 我們都知道 租客很忙 沒什麼時間 所以我們都會盡量配合租客 除此之外 我們會在店鋪前 都會發一些相片 和video給租客 讓他們知道 大概店鋪是怎樣的 第二階段 當租客簽入時 服務四 租客清晰二明 我們用中文租約只有5頁 條款彈性又精簡 租客有特別要求 我們都可以提供英文租約 如果你有需要 就打給我們兩個解答 不過精明的租客都已經看得明白 服務五 交付後 繼續跟進舖內情況 很多時候 店鋪有舊裝修 不拆開櫃都不知道 原來牆後面有個洞 這個時候打給我們 跟我們說聲 我們會負責維修 盡快幫你搞定 希望你盡快開桌 服務六 現金資助租客開店 顧名思義業主 會提供一筆過的現金資助租客 減低開業的成本 解決租客前期的現金壓力 預算多了 裝修、身材工具 買東西都不用遷就 手續非常簡單 只需要交齊你的單和收據給我們 我們就可以在10天內開好支票給你 第三階段 租客開業後 服務七 市場推廣 我們會和租客坐下想想想 看看什麼提供可以幫助他們 再用我們公司的社交媒體 發放這些消息 從而提供租客的知名度 希望多些人幫助他們 服務八 牌照申請支援 租客需要業主簽名 和扣印各類的文件 信件給政府部門申請牌照 不會超過兩天 我們一定簽好 幫助租客快點拿到牌照 服務九 提供即時支援 我們的聯絡方式直接又簡單 如果你遇上突發事件 可以WhatsApp 或者直接打電話給我們 我們會支援你 剛剛為大家介紹 服務式商鋪的九大服務 我們保證抱貞駕十 有興趣就聯絡我們 服務式商鋪大使 拜拜